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高雄福田水饺因为帮助九旬时荒阿摩,以十颗水饺五元的价格饱餐一顿受到关注,但也因此遭已炒作,制造假新闻,让老板里结好心灰意冷,随后宣布在六月底吹熄灯号,现在确定七月将转到台东继续奉献一己之力。 据中国时报报道,福田水饺客源以弱势族群为主,一天卖出超过万颗水饺,一个月就赔了将近五六十万元,福田水饺老板里结好当初成立只是为了议员照顾社会的梦,四月却因媒体报道时荒阿摩事件,遭网友抹黑,让重视名声的他心寒不已,宣布以议员定让店一面。 虽然有不少人来询问,但最后都矮于资金不足而却步,李杰浩最后决定在六月三十日关闭高雄福田水饺,后来在台东二十几位李长的联合邀约下,李杰浩并持亏到底的精神,决定到台东新生路种血炉灶,继续造福香里,改店预计7月15日开幕。